正兒育龍的鑽地機正忙著鑽松地機 一旁的挖土機把多餘的土石挖到卡車上 送離建築基地 這一大片基地 只是內湖合家歡社區居民 判了16年的家 對 我們都很緊張 因為一停工的話 我們的費用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難過 看今天這樣子大家都好高興 那我們這個基地看起來來講的話 現在整個房地產是比較 氣氛是直平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賣一個 比較好的價格的時候 我們住戶就會比較 它所謂的負擔就比較少一點這樣子 16年前的921大地震之後 內湖聯邦合家歡社區富貴區 被判定為海沙屋 當今老舊外露 有些住戶屋頂還會掉落磚瓦 住戶自辦都跟整合 終於在去年7月進行拆除 10月開始動工 雖然中間一度停工 但是在北市普和議員的居中協調下 如今順利復工 連續幣都完成了 大底的部分約末了 大概今年的夏天七八月的時候 整個地下工程都完成 很快的就會上來 2019年的年底 還是這兩三百戶的人希望能夠回家的夢 還是連假的希望都應該還是沒有變的 副市長林清榮相當重視此案的進度 特別由都市更新處和市議員黃珊珊等人的帶領之下 前往工地現場關心施工進度 林清榮特別感謝相關局處溝通協調 促成都更案順利復工 期盼能為海沙屋社區建立示範標竿的成功範例 開播到台北書一新聞曹德華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